Rise and Shine 大家好啊 这次我带大家去哪里呢 好久没有做指甲啦 这次呢就是要分享如何 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卸你的甲油胶的话 要怎么做 我这次呢就请教CandyNaillicious Studio 上次帮我做了很漂亮的指甲 那现在呢由美甲师来帮我卸掉那个甲油胶 那首先呢就用指甲剪 先把金属系的装饰给挑出来 用拔除的方式将那些钻石除掉 拔除完毕之后呢就用粗膜棒 快速的破坏掉所有指甲上最上端的那一层top coat 好因为通常美甲师呢都会涂上好几层凝胶 表面上非常的厚 所以我们要把表面的那一层给弄掉之后呢 之后就比较容易卸 而磨了之后呢 摸起来其实就会好像沙纸一样粗粗的感觉 之后呢就用棉花沾了一些卸除液之后 就贴在那个指甲上 然后呢就用这样子的夹子来夹住固定好 用这样子的夹子呢就比较环薄 就不用用太多的细脂用了之后就要丢掉 那美甲师用的卸除液是光凝胶专用的卸除液 所以大概待个十分钟就可以除掉 那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 用一般的卸除液的话呢就要待多一倍的时间 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分钟之间 时间到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 甲面已经开始有崩裂的迹象 也就是说它已经软化了 所以只要用推棒推一推刮一刮 那个凝胶就会掉落了 那通常美甲师都会用这种专业的推棒去推它 因为它有一个弧度 比较贴近我们的指甲的表面 所以不会那么容易伤害我们的甲面 反正就是要记得每一次磨的时候都不要磨得太过分 要不然会伤害我们的甲面 那如果遇到像这样子 卡卡的就不要勉强的去硬推它 再稍微的抹一抹 然后重新的用卸除水包裹起来 让它继续的软化掉 要不然呢继续的刮下去呢 就会伤害到指甲了 像这只呢还擦一点点的话呢 也是稍微轻轻的抹一抹就好了 好了颜色都已经脱完之后呢 就是要抛光的步骤了 所谓的抛光就是Buffin 所有的指甲都抛一抛光 恢复平滑的表面 有一些指甲还差一点点的还是要抹一抹 然后之后就抛光 好 接下来就剩下那一只 唯一的一只还没有刮完的 那现在肯定已经软化了 拆掉了之后呢 就继续的也是刮一刮 刮干净了之后 抹一抹 抹干净了之后呢 继续的抛光 那就把所有的步骤都完成了 其实还蛮多步骤 好繁杂哦 如果可以的话 直接到美甲院去接受服务就好了 好啦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按个赞留言分享出去 还有一定要订阅 subscribe这个频道 非常的谢谢Candy Nailicious Studio 我们上星期见 拜